特效模式的应用 我再让我TELO 空白机弹把它起飞起来 好 这就听到这个了 来 让它旋转一下吧 好 靠我这边一下 好 来 转个角度 来 再上升一点高度吧 上升一点高度 那这个地方有特效模式 这个 点一下以后呢 它一键360度的做环绕 好 把它点一下 点选完以后 这边出现这个哦 来 我来点选这个确定 当你按确定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开始启动录影模式 那录影呢 就进到手机里面来了 好 按确定 这时候同学看一下 这边是它的秒数 那这时候 同学老师的空拍机 已经在我的电脑浴室 绕一圈自己在飞行 然后顺便把录影的影片 拍摄下来了 当它绕完360度的时候 它自动会停下来 好 来 已经录结束了 OK吗 这360度的录影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题吧 我再点点这个地方哦 特效模式这里 好 这里好几个特效模式 一键360度 那如果你点这里 往后会飞远哦 来 不过我们待会再看吧 我们先让它先下降下来好了 好 我再点这里 哦 电量太低了 他叫我说 哎 电量不够哦 这个地方显示电量不够在这里 电不够飞了 如果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提醒这里 那我们让它下降吧 这时候点选这里 再让它做一键降落 好 好 来吧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